好 另外来看到是 魅登峰集团总裁庄亚青 没开二度了 在高雄市的一家五星级饭店宴客 席开六十山桌 灌溉云集 包括了陈琴麦于正线 王伟中 欧阳龙 还有杨慧山夫妇 他们都是坐上宾 也许是担心女方抢进的风头 这个庄亚青呢 她的态度很低调 倒是台上的主持人提醒新郎 庄亚青旗下有一千多名的员工 要是没有好好照顾美娇娘的话 员工可是要照新郎算葬的 庄亚青牵着舅舅的手步入红地毯 台上主持人是魅登峰代言人侯立芳 要好好的照顾美娇娘 因为她也要知道哦 美娇娘喜欢有一千多位员工 如果要好好照顾她的话 我们这一千多位员工 结果庄亚青的手 新郎压力肯定不小 两人不止相差11岁 新郎陈炯云系练习十几万的台大医师 庄亚青是拥有三十亿身价的寿生女王 旗下有一千多名员工 婚礼现场到处是庄亚青的员工 打点婚宴大小事 新娘的好友也都是知名人物 打电话给我那种兴奋的一切就是她非常的幸福快乐 我老婆她们都快哭了 要好朋友嘛 很感动 王伟中夫妇欧阳龙夫妇杨慧珊夫妇和赵守博 都是特地从台北南下婚宴会场灌溉云集 看得出庄亚青郊游广阔 也许担心女方抢进风头 庄亚青态度很低调 很开心 谢谢大家的关心 谢谢你们 真的谢谢啦 尽管男女双方身家背景有落差 但在婚纱MV中 五十岁的庄亚青就像是个恋爱中的小女人 不时撒娇耍宝 两人还当众接吻 庄亚青如阳光般的灿烂笑容 看得出她很努力走出前夫意外身亡的伤痛 开创人生的第二车 春天新闻王家情报经营 高雄报道